對於肆域甲蟲的新手而言 壘帶與血統常常是一致半解的問題 所以今天就來聊聊壘帶與血統吧 當我們在購買甲蟲時 標籤基本上都會有壘帶資料這個資訊 如CBF1、F2、WD等等 然而你知道這些縮寫的規則嗎? 壘帶的意義是什麼呢? 壘帶的好處與壞處又是什麼呢? 血統又是什麼呢? 今天就來聊聊壘帶標記與血統吧 今天的內容大致是以日本北海盜甲蟲研究會的 Tabata桑所提出的 新的壘帶標記法的提案作為基礎 Tabata桑認為在遺傳學或基因學的標記法 與商業化甲蟲販售的標記法有所衝突 因此提出一個從科學家的角度 不是秩序的科學家 加上一個昆蟲愛好者的想法 得到對甲蟲市場消費者容易理解的標記方式 這也是目前相對具有說服力的標記方式 但千萬不要以為這就是完全等同於科研的標記方式 並且也必然會遇到別種標記方式 或是感到 我覺得這樣標示不太合理的狀況 總之這就是現況 如果標記無法理解 那就要用說明的方式進行解釋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英文縮寫的意涵 W或WD是Wild的縮寫 皆表示野外採集到的野生成蟲 或是野外採集到的幼蟲 用鋁化後的成蟲 CB是Captive Breed的縮寫 代表的是人工飼養的飼育品 是的沒錯 它並不是代表Cross Breed 雜交換血這個字 我以前一度認為CB代表換血 然而完全不是這樣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不過別急 等會兒我們再慢慢解釋 HB Hybrid Breed的縮寫 代表的是不同種、亞種 甚至同種但不同產地的雜交 這個符號基本上我們用不到 因為一種雜交在飼養甲蟲來說是個禁忌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是因為甲蟲式域家 絕大多數都是希望能保留 經過數百萬乃至數千萬年演化而來的 原始基因和表現 如果經過一種雜交 就會導致基因庫的混亂 以及後代表現不穩定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不是以科研為目的 並且確定絕對不會讓雜交活體外流 那麼不要做這件事 不然一定會沿上的 F是Final Generation的縮寫 後面會加上數字 代表的是同一譜系交配的時代數 例如F1是表示某個不細的第一代 F2則是第二代 現在我舉個例來說明吧 假如你在野外採集到一對獨角仙 並且進行交配繁殖 那麼這批幼蟲標記為WF1 意思是野生第一代 在這標記方法之下 青代公母來自野生 或是青代其一為野生 都可標示為WF1 這批WF1的幼蟲長大後 又繼續直系育種 它的後代是寄為WF2嗎 邏輯上是沒錯的 但是由於第一代已經是人工肆育了 因此第二代標示為F2即可 但仍有很多人會標示為WF2 這就是要強調這批的主代 是野生蟲而被試育品了 接下來我要講F的使用規則 F1是指不同譜系交配的第一代 青代如果其中一方來自野生 可以標示為WF1 而全部來自於試育品 則標示為CBF1 發現了嗎? 其實標記F1就代表換過血了 CB只是表示青代是試育品而已 然後F2就是這個普系 繼續銅血系繁殖的第二代 那麼問題來了 賈瑟某長壽的公蟲F1 配上銅普系的F3母蟲 它的後代該如何標示呢? 答案是取數字大的直加1 也就是F4 既然野生蟲擁有強健的基因 那麼為什麼要持續銅血系繁殖呢? 主要理由常常是 野生蟲取得困難 或是為了將特定的特徵存化出來 例如我超級喜歡出牙的台灣扁翹蟲 為了培育出這個特徵 我先從野生蟲入手開始繁殖 養出第一代WF1以後 從眾多後代中挑選出幾隻牙型最初的個體 繼續擂帶 第二代F2羽化後 將出牙率最高的那批後代 跳出表現最優的個體繼續擂帶 如此持續束帶後 你會發現後代基本上會很穩定都是出牙個體了 這時候這個普系就可以稱為血統了 你已經有資格為它命名了 這就是育種的基本概念 當然了 近親交配會有很大的可能讓基因缺陷放大 導致繁殖或視域上的困難 最終導致整條普系滅團 這是非常常見的事 所以想要培育出自己的血統 真的是一條極其困難的漫漫長路啊 好在前人種樹後人成梁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讓你少碰豆十年 我們現在可以購買到許多知名血統的甲蟲來完成夢想 以大家最喜歡的赫克利斯長疾大兜蟲為例 最著名的當屬日本河野先生所培育的Hiroka血統 Hiroka血統又可細分為幾條線 常見的0F和FF是屬於儲倉型血統 0F的特徵是胸腳肌部到末端皆匀秤的粗 而FF則是肌部超粗 末端則越來越細 呈現一個倒三角的形狀 眾所皆知 在2014年 河野先生養出世界第一支171mm的長疾 就是FF血統 而他的後代就計為FF171 其他如雅琪巨扁、中國大鞘、日本大鞘等 都有許多知名的血統 大家不妨自己去搜尋有哪些血統 並試著飼養血統蟲 看看是否能養出該血統所宣稱的特徵吧 以上就是有關雷帶與血統的說明 這樣你了解了嗎?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觀眾請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並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回見,掰掰